漫步鐵道 七堵車站 時光不老 漫步鐵道 七堵車站 時光不老正式啟動 代理民眾回到90年代 那你能看到這邊以前早期的七堵 這邊它是中間有一個月台 然後他們所有的人都會從這一個走道這邊上下來 等於是直接穿越軌道 鐵道模型達人徐志剛老師 透過精緻製作技巧 將30年前的七堵車站 基隆 耗字樓 用模型重新呈現 讓參觀者大為驚嘆 基隆從這邊上車 台北從那邊上車 分兩邊 很不方便 而且很遠 而且很遠 很不方便 現在基隆全部回來了 現在都是 那我們都知道說七堵 算是我們基隆市的一個交通租流 那七堵車站這個是早期是前站 也就是所謂的南下北上 這裡是北上 往基隆宜蘭 是在這裡 那如果說南下的話是在那個後站那邊 也就是現在的這個之前的南港專 南港專七堵重劃新建造的那個新的火車站 大概應該有快二十年 對對對 感覺就是很復古懷舊 然後很喜歡這個地方 也希望四五未來可以好好去火化這個地方 讓更多人去來這邊旅遊 因為這個是一個很好的打卡景點 現場安排了懷舊市集 吸引不少人潮 最受歡迎的就是小火車 讓小朋友愛不釋手 台灣古董車發展協會收藏的經典車款 讓現場仿佛時空倒轉 其實我們會在七堵火車站來辦這樣的一個活動 我們就希望在這個時光歲月沖沖 我們可以記起當初七堵車站 曾經它的榮耀跟它的努力 而現在我們也希望透過未來的一些活動 能夠讓更多的小朋友知道 以及讓我們小的知道 然後讓很多的市民朋友 可以回來懷念我們七堵車站 曾經的一些風光 雙十連假 市安府在七堵鐵道公園舉辦了懷舊市集活動 邀請家長帶著孩子前來玩 市長謝國良 議長童子偉 副議長楊秀鈺 張耿輝 張方麗都大力推薦 鐵道公園具有觀光潛力 我們希望大家以實際的行動 來支持我們的七堵鐵道公園的 未來的各項活動 我們會繼續跟我們在地的地方意見領袖溝通 辦好更多的活動 未來在旁邊也規劃了捷運 也有規劃了這個社會住宅 我想就用這個車站鐵道的文化作為核心 來發展我們七堵的慢活的一個生活 未來我們七堵非常適合來發展一個休閒農業 我們馬林也有馬林非常優質的農業 那我們這邊社會住宅捷運進來以後 我們也可以打造一個休閒親子的生活空間 我想七堵未來是一個基隆 非常發展重要的一個產業聚落 雖然天空不作美 但民眾熱情不減 雙十連假民眾攜家帶券 來到七堵車站 一起探究文化 品嘗試極美食 度過悠閒 午後時光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道 記者黃少鳴金融報道